亲爱的小朋友,大家平安 我们思想,一个事情能够完成 我们能够取得好的成绩 我们能够完成某一个任务 到底是靠我的努力,还是靠祷告呢? 今天我们一起思想月博集32章 这一章,以利乎发言 而他提到了一件事情 我们到底要靠什么呢? 很多人在努力中是靠着自己 靠自己,好的来说,会让人很努力 因为要依靠自己嘛,当然要努力,要奋斗咯 但靠自己有一个大的危机 就是会让人渐渐越来越自高自大 认为是靠自己才能够得到今天的成就 完成今天的工作 因此会自高自大,看不起别人 而另外一个危机 是当我们做不到的时候呢 我们就显得很无助 显得很无奈,无望 这是靠自己的危机 但另外一方面 倚靠上帝 这是神期待我们的凡事 起来祷告 而祷告的背后是代表我们的谦卑 承认我们不能 而我们要倚靠神 但要小心哦 如果我们说我们靠祷告靠祷告 有一个危机 就是我们逃避责任 反正功课好不好都靠祷告 家里整不整齐都靠祷告 这种逃避责任不负责任的并不是神喜悦的 今天我们要很小心的分辨这两者 是的 神期待我们凡事要依靠祂 但也要尽好我们的本分 我们读书的本分 我们做家事的本分 这一章特别提到了 你们切不可说我们寻得智慧 神能胜他 人却不能 这里强调的是 我们要分辨什么是只有神能做的 人不能做 我们思想我们的健康 我们思想我们的得着救恩 这是神能够做的 而我们要看到什么是神托付我们 是我们要积极去做的 我们要依靠神来读书 依靠神来管理好自己 依靠神来侍奉神 求神帮助我们 不把自己该负的责任推给神 而说依靠神实际上是懒惰 也不把神能够掌权的事 背在自己的身上 哇你我都背不动哦 求神让我们得着真正的智慧来分辨 我们来祷告 求神帮助我们前辈倚靠神 也积极负责任 让我们每天的生活 跟随神充满喜乐 谢谢主 祷告 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